无惧炎热的天气 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们 来到花莲佛光山的月光寺 参加这场五福嘉年华活动 随行而来的 还包括了家里的宠物毛小孩 毛小孩一起同乐 全家一起同乐 我们是佛光家庭 小时候把握这次的音乐一起来参加 因为我们家毛小孩得到助理 希望他来时不要当众生 不要当公务的人 不要当人 五福嘉年华邀请的是爷爷奶奶 父母小孩以及宠物等等 家中成员五种对象 一同前来参加 透过祝福礼 让参加活动的大小朋友 都能够得到活菩萨的加持跟祝福 就连亲密的家中成员毛小孩 也能够获得福正 这个活动我都觉得它非常的 具有吸引力 那我们也可以完成 我们大师交办给我们 我们要弘扬佛佛 透过这样的仪式 就是一个正式的皈依 里面还特别讲说你每年都要回来 你看这多好 对啊 他都记得每年都有这个活动 当然我们要把它变得像嘉年华 就是很热闹 很欢喜 既完成了皈依仪式 让他们能够回到这个佛教的皈依 然后成为三宝祭祀 也能够让他们有认识佛光山月光市 另外活动里也安排了包括了宝宝闯关等各式各样的趣味活动 现场充满着欢喜的笑声 透过游戏方式把欢乐的佛法传递到家庭 将新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 人间新闻我们乔在花莲的采访报道